东海市 艺能协会总部大楼最高层 柳欣来到了这里 面见艺能协会副会长铁石 铁石是艺能协会几个艺术宗师之一 金系天赋艺能者 副会长 刚刚有一名艺术者来举报 说他发现了鞋神会血爪的踪迹 并且给了具体地点 我想要留住他 结果却发现对方是水分身 柳欣汇报 水分身 莫非是圆满境界 铁石惊讶 是的 柳欣点点头 能够练成水分身 无疑是逼及水系天赋艺能者 而且还能够将水分身修炼到圆满境界 绝对不是艺术者能够做到的 应当是隐藏了修为气息 可能是某位艺术大师 铁石猜测 副会长 对方给的情报是否真实 柳欣有些把握不住这个情报的真实性 铁石淡淡道 很可能是真的 只不过对方不想暴露身份 这样吧 我亲自带队 去那个地方 你也跟我一起去吧 是 副会长 柳欣应道 举报之后 叶天就又离开了东海市 赶往邪神会祭坛这边 他准备来这里看看热闹 他相信艺能协会的强者肯定会来这里的 除非艺能协会是傻子 而艺能协会的效率很快 铁石他们的速度也非常快 当叶天赶到这里的时候 铁石他们也赶到了 东南江附近一座秘林间 一座祭坛坐落在这里 巅峰艺术大师血爪以及多名邪神会成员 正在这里忙碌准备着 忽然 血爪脸色一变 目光看向了远处 刷 一道身影虚空助力 俯瞰而下 铁石 血爪自然认出来了铁石 这可是东海市的艺术宗师 真正的宗师级强者 巅峰艺术大师在强大 与艺术宗师相比 差距是难以想象的巨大 没想到血爪你还真的在这里啊 铁石露出了笑容 抓住这么多的邪神会成员 这可是大功劳一件啊 好 血爪一挥手 将祭坛上的六颗黑色石头取走 然后施展了禁术血顿术 这是水系禁术 以燃烧血液以及生命为代价 施展一次就得消耗三年寿命 且还有很大的后遗症 但为了逃命 别说三年寿命 就算是三十年寿命 也得消耗啊 哗 血顿术之下 血爪的速度提升了许多倍 血顿术 可惜你没有练到家 若是大乘境界的血顿术 你还真的容易逃走 可惜你的血顿术仅仅只是小乘境界而已 铁石施展了金光术追杀血爪而去 至于这些的邪神会成员 就交给柳欣等人对付了 一道血光一道金光 二者不断靠近 铁石的金光术虽然没有达到圆满境界 但也是大乘境界啊 而且 他还是艺术宗师 很快就追上了血爪 铁之囚牢 一座囚牢覆盖住了血爪 且不断收缩 想要活捉血爪 可血爪自然不想被活捉 那物界之中取出了一只血色爪子 他拥有血爪这个代号 可不是胡乱取的 就是因为拥有这一只血爪 刹那间 这只血色爪子融入到了血爪的手上 二者融为一体 接着 血爪一抓 直接将铁之囚牢给撕裂开来 从中逃了出来 可这时 铁石施展了一门 B级金系艺术斩切术 这门B级艺术的效果就是快 且无比锋利 可斩一切坚韧之物 扑 斩切术化作一道金色光芒 直接将血爪的血色转子给斩落下来 啊 血爪痛苦惨叫 面对一名艺术宗师 他是一点没有反抗之力 不过 这时候 他已然逃到了东南江边上 东南江 铁石脸色一变 若真的让血爪逃入了东南江之中 他还真的无法奈何血爪 毕竟血爪是水系艺术大师 他是金系艺术宗师 不适合在水中战斗 更别说追踪一名水系艺术大师了 活捉不了了 只能杀 铁石施展了另一门B级艺术千锋杀 扑 一道银白色光线 直接洞穿了血爪的心脏 而血爪距离东南江水面 只有一步之遥 哗啦 血爪坠入了东南江之中 被翻滚的江水一卷 落入水下 铁石落在江面之上 看准位置 凝聚一只金色大手 直接将血爪的尸体抓了上来 可这一看 他微微皱眉 不对 血爪的那物件呢 血爪明明拥有一个那物件 待在左手之上 可现在一看却不见了 莫非血爪临死之前 将自己的那物件 扔进了东南江之中 这个可能性不是没有 铁石潜入到东南江之中 试图找到那枚那物件 然而 他找了一圈 都没有任何痕迹 这种情况下 他是几乎做不到的 可惜了 他倒不是可惜那没那物件 一没那物件 也就几千万而已 作为艺术宗师 他还不差那几千万 他心疼的是那六颗黑暗石 黑暗石是黑暗系的顶级宝物 血爪应该是准备利用六颗黑暗石 献祭给邪神 换取邪神的一丝力量 从而冲击艺术宗师境界 每一颗黑暗石都价值上亿 六颗就是六亿啊 他不在乎几千万 但在乎六亿啊 随后 铁石带着血爪的尸体离去了 距离此地八百米的一处地下 夜天待在这里 他一顿地数很快离开了这里 待离开很远之后 这才走到了江边 哗 水分身从东南江走了出来 伸出了一只手 手掌心握着一枚那物件 哈哈哈哈 这次运气是真的好 他一直在看戏 剑邪爪朝着东南江这边逃 他的水分身就躲藏在东南江之中 刚好剑邪爪被杀 落入江中 他瞄准时机 让水分身快速取走了血爪的那物件 神不知鬼不觉 永久性的空间宝物 那物件 有了他 今后就不用那物带了 光是这一枚那物件 起码价值三千万以上 且有价无事 只因空间宝物很罕见 有钱都不一定能够买到 夜天快速离开了这里 带返回东海市的家里 他这才拿出了那物件 滴血将其慢慢练化 随后 他取出了那物件之中的物品 东西还真的不少 夜天一一整理 当触及那六颗黑暗石的时候 黑暗之力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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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快的吸收速度 这是黑暗系材料 转眼间 他就觉醒了F级黑暗系天赋异能 而且 F级黑暗系天赋异能 依旧在快速吸收黑暗之力 估计要步了几分钟 就可以将F级黑暗系天赋异能 提升到一级 果然 几分钟之后 他的黑暗系天赋异能 已经是一级了 半个小时之后 黑暗系天赋异能 达到了D级 三个多月小时之后 黑暗系天赋异能 达到了C级 按照这样的速度 顶多十个小时时间 他的黑暗系天赋异能 就可以达到B级 或许这种石头 能够让我将黑暗系天赋异能 提升到A级 这还不是让夜天 最震惊的事情 最震惊的是 这块石头 竟然还没有消耗多少 也就是说 这一块石头 够让他使用很久了 随后 他上网查询了一下 黑暗系材料 最终找到了这块石头的来历 黑暗石 而且根据网上的描述 这一块黑暗石 大概价值一亿 而它足足拥有六块啊 除了黑暗石外 血爪的那物件之中 还有不少好东西 价值都很不错 但也有一些邪恶的物品 这些邪恶物品 绝对不能留着 也不能出售 他准备找个机会 使用蹲地树 送到地下百米位置 这样就没啥问题了 而夜天比较满意的是 找到了黑暗系艺术秘籍 黑暗系艺术很少 也很罕见 价格也很高 但血爪却获得了一门黑暗艺术 上面记载了一些黑暗系艺术 其中就有一门A级黑暗系艺术 以及一门B级黑暗系艺术 B级黑暗系艺术 是黑暗之毛 在B级艺术之中都堪称顶尖 拥有可怕的攻击力 A级黑暗系艺术 是黑暗天幕 一旦施展开来 就会形成一片黑幕 让敌人陷入黑暗 实力也会被压制 甚至还可以作为封锁虚空所用 能够限制低级的空间系艺术 A级艺术价值都在数千万 而且只是传承球 还不允许传播 否则后果很严重 但这A级黑暗系艺术却是意外所得 我甚至可以将其卖掉 这价值可不止数千万啊 叶天心情大好 他准备将黑暗系天赋 亦能潜力提升到A级之后 就修炼黑暗之毛 以及黑暗天幕 这两种黑暗系艺术 转眼间 三天时间过去了 此时 叶天的黑暗系天赋 亦能潜力已然提升到了A级 随后 他开始利用悟道术修炼黑暗之毛 仅仅一天多时间 他就将黑暗之毛成功修炼到圆满境界 不过 其他天赋亦能潜力降低了 他还得花一些钱购买材料 来恢复天赋亦能潜力 所以 黑暗天幕不及之修炼 接下来的日子里 叶天就努力修炼黑暗天幕 修为也是在快速提升 终于在距离高考 只剩下半个月的时候 他的修为如愿以偿达到了巅峰艺术者境界了 而且 他也将黑暗天幕这门A级艺术修炼到了大成境界 黑暗天幕不愧是A级艺术 消耗B级天赋亦能潜力 想要快速将其修炼到圆满境界有些困难 不过在高考前将其修炼到圆满境界 应该是不难的 也天难难道 而且 他也不准备继续在枫叶山脉狩猎兽了 在最后一次狩猎之后 就得回去了 这次就干掉那头黑林巨蛇妖 那头黑林巨蛇妖也值不少钱 随后 他前往枫叶山脉 寻找黑林巨蛇妖的踪迹 据说前段时间 有一树师去对付黑林巨蛇妖 结果被他给跑了 估计躲在某个地方疗伤吧 火眼树 叶天用圆满境界的火眼树一次次洞察四周 终于在一个小时之后 找到了黑林巨蛇妖的踪迹 这头黑林巨蛇妖隐藏在一处地下洞穴之中 入口十分隐蔽 不太容易找到 若非圆满境界的火眼树 他还真的找不到对方 刷 叶天快速接近这头黑林巨蛇妖 而黑林巨蛇妖的感知也很强大 也发现了叶天 当即 他就要攻击叶天 黑暗之毛 一根黑色的短毛浮现 以极快的速度冲向了黑林巨蛇妖 扑 黑暗之毛直接无视了黑林巨蛇妖的防御 将其身躯动穿 心脏直接碎裂 砰的一声 黑林巨蛇妖倒了下去 生机渐渐消散 最后 叶天将黑林巨蛇妖伤口的黑暗气息给抹除掉 免得侵蚀黑林巨蛇妖的血肉 这才将其收入到那物界之中 接下来 他又清理了一些妖兽 这才离开枫叶山脉 东海基地市场 叶天将妖兽都售卖掉了 其中黑林巨蛇妖卖掉了足足150万块钱 主要是黑林巨蛇妖体型庞大 且能够利用的身体材料多 这才拥有如此高的价格 而且叶天还将血爪那物界之中的一些正常物品一点点售卖 如今也算是卖掉了大半 目前 他还存着2000多万块钱 可惜能够让我其他天赋艺能潜力提升到A级的材料 都无比罕见 有钱都买不到 叶天探口气道 且不仅仅是材料难以买到 就连A级艺术都买不到 东海阁也不售卖A级艺术 似乎普通人能够接触到的最高级艺术就是B级 最高级材料也是这种级别 回来了 叶天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距离高考前还有半个月时间 这半个月也得继续修炼艺术 但这时 他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自己的艺术都无比强大 不是A级艺术 就是B级艺术 艺术需要一次次施展 才可以提升艺能力量 才可以提升修为 而施展过程之中 无疑会造成破坏以及影响 之前 他经常在野外修炼艺术 问题还不大 可在家中的话 光是黑暗天幕就足以覆盖这一栋大楼 到时候还不得被人举报啊 所以 必须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修炼艺术啊 地下 叶天想到了 他完全可以在地下建立一个小基地 然后在地下修炼 这样就十分隐蔽了 出入小基地都使用盾地术 不会被人发现 随后 他就在附近公园的地下一百米处挖掘小空间 以他的土稀艺能力量 挖掘小空间很容易 很快 他就挖出了一个比较大的空间 但这个空间不稳定 很容易塌陷 所以 他顺便学习了一门地级土稀艺术泥石树 这种艺术可以形成一种特殊的石泥 许多干建筑的土稀艺能者都会这一门土稀艺术 区区地级土稀艺术对于叶天来说太简单了 很快就修炼到圆满境界了 泥石树的好处就是可以快速凝固 没多久 他就将这个小基地的墙壁凝固好了 又制造了一些石柱顶柱 经过一天多的改造 这个地下小基地就弄好了 可以了 接下来就可以在这里修炼 不会引起外界注意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 就在高考前六天 叶天也终于将A级黑暗系艺术黑暗天幕修炼到圆满境界 而他的修为也是达到了巅峰艺术者的极限 随时都可以去冲击艺术师境界 东海一中 叶天回来了 此时请假的同学也都回来了 距离高考就剩下三天时间了 也没有必要继续冲击了 此时 水系天才班的学生 几乎都突破到了艺术者境界 只有少数几个还处于巅峰艺术学徒境界 除了夜天外 班上修为最高的应当就是林青雅 修为已然达到了高级艺术者境界 这样的修为只要不出意外的话 考上东海大学这样的下国十大艺能大学没啥问题 不过 每年高考的地点以及方式都不一样 由于防止作弊 基本上都是最后一天才会公布具体高考方式 转眼间 最后一天来临 老师们宣布了今年高考的考核方式 实战 地点位于东海是F6秘境 F6秘境有些特殊 这个秘境属于幻术秘境 也就是说 进入秘境之中 就算被杀了 也并不是真的死亡 顶多精神消耗一部分 会虚弱一阵子 这样的秘境最适合作为实战考核 几年前就用过这一秘境 今年又用了 经过官方的改造 这个秘境分为外围 内围以及核心三大区域 外围都是一些猛兽或者准妖兽 是为那些艺术学徒准备的区域 内围是一级妖兽活动范围 核心区域全都是二级妖兽 一开始 所有人都在外围区域 任何学生都可以前往内围区域 以及核心区域 丝毫不限制 考核时间为12个小时 一旦时间到了 考核成绩就会终止 当然 若是在F6秘境被杀了 那就会提前淘汰 所以 若是倒霉的话 巅峰艺术者都有可能考不上大学 当然 大部分艺术者都会在外围杀一些猛兽 或者准妖兽 获得一个保底成绩 然后再进入内围区域 这样就算倒霉遇到强大的一级妖兽 被淘汰了 也能够考上一能大学 得知高考的考核方式 夜天也算是有底了 第二天 清晨 七点钟 所有学生都准时来到了学校 然后在老师的带领下 前往F6秘境 当一天来到这里的时候 看到了黑压压一片的学生 东海市可不止东海一中一个高中 还有东海三中 东海六中 东海九中 东海十三中 要日高中等一众高中 每个学校都有数百 甚至上千个天赋异能者学生 可想而知 整个东海市有多少天赋异能者学生 不过 F6秘境很大 就算多十倍的学生都可以容纳下 八点钟 时间一到 F6秘境开启了 大量的学生涌入到秘境之中 夜天也进去了 进去之后 夜天发现秘境出口的地方还有一个小赢的 没人可以领取一个幻术手镯 这个手镯能够汲取信息 只要杀掉妖兽 就自动记录 若是两个人一同杀掉了一头妖兽 手镯也可以分配积分 上午九点钟 一切准备就绪 高考才正式开始 这时 所有人都从秘境营地出去了 转眼间 这么多学生渐渐消失不见了 秘境外围没啥意思 杀那些猛兽和准妖兽 也无法获得多少积分 直接去内围杀一些妖兽 获得保底进入东海大学的积分 再进入核心区域 夜天跑了一段距离 见四周没有人 直接施展金光树前往内围区域 很快 他仿佛穿过了一层结界 来到内围区域了 刚进来没多久 他就碰到了一头一级初期的妖兽血狼 这是很常见的一种一级妖兽 实力不算强大 血狼见到夜天 直接扑了过去 夜天随手一指 金针树一束施展 扑 血狼的头颅被金针树直接冻穿 当场逼命 血狼死后 直接化作雾气消散 回归秘境天地 他看向了自己的幻术手镯 上面显示了一个积分数字负识 这代表着他获得了十个积分 接下来 他击杀了一个又一个一级妖兽 就算是一级巅峰妖兽 在他手上也是被秒杀的份 而且 他的火眼数还可以帮助他找到更多的妖兽 短短一个小时 他的积分就达到了一千 这代表着什么 他十分清楚 一个积分代表着一分 去年东海大学的录取分数线只有850分 只要获得850积分 就可以进入东海大学了 我现在就算被淘汰 也能够进入东海大学了 叶天笑着道 他若是愿意的话 甚至可以帮助其他学生轻松考上东海大学 但是 这样做不是好事情 反而是坏事情 若是没有足够的实力 进入东海大学这样的一能大学 反而是坏事情 就好比打游戏一样 开挂去了高端局 一旦没有挂了 那岂不是找死吗 该去核心区域了 叶天施展金光树 快速前进 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核心区域 核心区域的妖兽都是二级妖兽 实力媲美艺术师 叶天想要看看 以自己的实力能够达到什么程度 很快 他就遇到了一头二级中期的妖兽灰熊 实力大概媲美中级艺术师 木藤树 一根根木藤直接缠绕了笨桌的灰熊 然后施展B级木系艺术地域木刺树 扑扑扑 灰熊直接被穿了 很快就逼命而亡 而他的积分增加了200点 这代表着击杀一头二级中期妖兽 可以获得200积分 二级中期妖兽对我来说 也是很弱 随手可以杀死 叶天继续寻找二级妖兽 核心区域的二级妖兽并不多 毕竟能够在高三就将修为提升到 艺术师境界的天赋艺能者很罕见 没必要在核心区域安排那么多的二级妖兽 随着时间流逝 一头又一头二级妖兽死在叶天的手上 他的积分也在不断暴涨 2000积分 3000积分 4000积分 不知不觉 6个小时过去了 距离高考结束只剩下6个小时了 而这时 他的积分已然达到了8000积分 又一头二级妖兽 他来到了核心区域的最核心地方 发现了一头二级巅峰妖兽 这头土甲龙 土甲龙是拥有B级血脉潜力的二级巅峰妖兽 浑身防御力十分强大 力量也十分恐怖 还拥有数种土系天赋艺术 这头土甲龙应该是核心区域最强大的妖兽 伴随着这头土甲龙走来 夜天都感觉到了一丝丝压迫感 他也不清楚自己能否对付这头土甲龙 但必须试一试 刷 土甲龙忽然消失不见了 是盾地术 他想起来了 土甲龙的天赋艺术之一就是盾的树 火眼树 夜天催动这门艺术 锁定了土甲龙的位置 然后一直点去 指的成钢树 瞬息间 地下土甲龙所在的土壤直接变成了钢 钢不断挤压 想要将土甲龙给祭碎 然而 土甲龙的力量太恐怖了 直接破开了指的成钢树 从地下冲出来了 紧接着 土甲龙浑身出现了一层层厚实的铠甲 变成了铠甲土龙 这不是变身 而是施展了天赋艺术土甲术 夜天也会土甲术和盾地术 甚至比土甲龙的天赋艺术境界都要高 但人家的修为更好 而且还是高一个大境界 黑暗之矛 夜天施展这门黑暗系A级艺术 黑暗之矛凝聚出来 打向了土甲龙 然而 土甲龙的修为太高 就算是圆满境界的黑暗之矛 都只击碎了他身上的一块鳞片 这点伤势对土甲龙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而土甲龙的攻击也到了 嗯 密密麻麻的石毛浮现 杀向了夜天 这赫然是B级天赋艺术大石毛术 能够凝聚出上百根石毛攻击敌人 大石毛术的速度太快 范围又广 即便夜天施展金光术都别想躲开 于是 他直接施展了A级黑暗系艺术黑暗天幕 嗯 黑暗天幕展开 一瞬间 土甲龙陷入了极致的黑暗之中 当即 他就失去了夜天的踪迹 而且 黑暗天幕仿佛化作了无数的黑色丝线缠绕在土甲龙的身上 不断压制他的实力 土甲龙慌了起来 不断试图突破束缚 但是 即便他如何打破束缚 都没办法彻底冲破 毕竟这可是圆满境界的A级黑暗系艺术啊 见土甲龙的行动被限制了 夜天当即又施展B级木系艺术地狱木刺术 一根根木刺拔地而起 刺向了土甲龙 土甲龙的防御很强 但腹部却是弱点之一 他一直贴地而行 这种从地面发动攻击的地狱木刺术无疑是他的克星之一 当即 土甲龙的身体被地狱木刺术给顶了起来 但地狱木刺术并没有彻底破开他的皮肤组织 但是 夜天来了一个遭操作 他操控地狱木刺术的一根木刺 直接从土甲龙的菊花处刺了进去 哦 凄惨的叫声传出 可见这一击的伤害何等恐怖 但是 这也让土甲龙变得狂暴起来 攻击力似乎暴增 但他在黑暗天幕的压制下 难以感应到夜天的位置 导致攻击无用 只能疯狂破坏四周的地面 接下来 夜天用一种种艺术消耗他的生命力 哪里薄弱就攻进哪里 见到自己处于危险境地 土甲龙准备施展蹲地数逃走 可夜天已然预料到了这一步 指的成钢术 瞬间 土甲龙身下的土壤变成了钢地 他的遁地数没有了用武之地 渐渐地 这头土甲龙失去了最后的生机 化作雾气消散了 我竟然干掉了一头二级妖兽巅峰的土甲龙 夜天对自己的实力有了大概的了解 当然 这也是土甲龙智慧低 这才好对付一些 若是对付手段不少的巅峰艺术师 那他就很难击杀对方了 甚至有可能被对方反杀 但是 以他的实力对付大部分高级艺术师是很容易的 这头土甲龙被杀掉之后 夜天的积分多增加了一千 九千积分了 据说满分就是一万分 再多就没有意义了 夜天难难道 每一年 都有获得一万满分的状元 甚至还不止一位 很快 他又杀掉了几头二级妖兽 将自己的分数提升到了一万积分 这时候 继续击杀这个秘境的妖兽就没有意义了 于是 夜天不再寻找妖兽 而是寻找资源 幻术秘境看似虚幻 但实际上也是真的秘境 这里的一些东西也是能够带出去的 很快 夜天就看到一块白色石头 是那种白到极致的石头 触碰之后 有点冰冰凉凉的感觉 摸起来比较舒服 精神之力加一 精神之力加一 看到这个提示 夜天就知道这是什么石头了 换石 这种石头是精神系材料 是精神系天赋异能者需要的材料 精神系天赋异能者十分罕见 但也十分强大 精神系天赋异能者主要修炼幻之艺术 攻击精神艺术 防御精神艺术 精神力强大到一定程度 还可以拥有精神欲物的能力 还有一些时间 我或许可以收集不少换石 我手中这块应该是低级换石 若是能够找到中级换石 或者高级换石就好了 夜天先想 换石的主要用于建造换阵 易或者提取换业 一些精神药剂就需要换业 只因精神系天赋异能者的实力 主要靠强大的精神力 精神药剂可以提升精神力 比自己慢慢苦修快不少 所以 换石的价值也是很高的 高考的学生都在想着杀妖兽 获得好的成绩 没有谁有时间来慢慢寻找换石 经过夜天不断寻找 一块又一块换石被他找到了 基本上 也只有核心区域才可以找到一些换石 且有些换石还诞生于地下 就算他会炖的树 但寻找换石也比较困难 而很快 他已然诞生了F级精神系天赋异能 等出去之后 就可以修炼精神系艺术了 咦 这是一块中级换石 而且还这么大 夜天在地下寻找换石的时候 运气比较好 找到了一块篮球大小的中级换石 立即就收起来了 又过去了一会儿 高考时间到了 所有学生的积分定格 继续击杀妖兽 也不会获得积分了 旋即 一名名学生从F6秘境出来了 夜天也是立即返回 很快赶到了秘境出口 交上了自己的换树手镯 再从里面出来了 而所有人的成绩都会总报上去 过几日才会公布出来 出来后 不少学生互相讨论 询问对方的成绩 也有几人询问夜天的成绩 夜天只是微微一笑 故作神秘 没有透露 他说自己考了一万分 这些人也不相信啊 到时候成绩公布下来 就都知道了 等所有学生都出来后 纷纷离开了这里 而夜天也回去了 转眼间 两天时间过去了 东海一中 校会议室 李轩等多名老师来到了这里 校长郭海这位艺术宗师 都亲自来了 当老师们到得差不多了 郭海开口道 各位老师 今年我们一中的成绩很不错 听到很不错两个字 这些老师松了一口气 若是成绩不行的话 他们就得爱训了 郭海继续道 今年 东海市的高考状怨在我们学校 省状怨也是在我们学校 是谁 这些老师很好奇 按照平时的成绩 一中今年就算考得再好 也不可能出一位省状怨啊 省状怨必然是一万分 从未有过例外 而想要获得一万分 基本上都需要艺术师的实力 东海一中这一届可没有艺术师学生啊 是水系天才班的叶天 郭海道 叶天 李轩老师一听 直接傻眼了 他知道叶天啊 以前是F级水系天赋艺能者 后来获得了天才地榜 将水系天赋艺能潜力提升到了C级 才勉强进入了天才班 唯一值得一提的是 在之前的学校联赛之中获得了前世名 但根据他调查 是叶天简陋 杀死了其他人重创的妖兽 这才获得了前世名 这点成绩不值得一提 之后 叶天就请假修炼去了 他也不知道叶天的实力进步如何 但区区C级天赋艺能者 潜力怎么可能获得省状怨呢 嗯 黑暗天幕展开 一瞬间 土甲龙陷入了极致的黑暗之中 当即 他就失去了叶天的踪迹 而且黑暗天幕仿佛化作了无数的黑色丝线 缠绕在土甲龙的身上 不断压制他的实力 土甲龙慌了起来 不断试图突破束缚 但是 即便他如何打破束缚 都没办法彻底冲破 毕竟这可是圆满境界的A级黑暗系艺术啊 见土甲龙的行动被限制了 夜天当即又施展B级木系艺术地狱木刺术 一根根木刺拔地而起 刺向了土甲龙 土甲龙的防御很强 但腹部却是弱点之一 他一直贴地而行 这种从地面发动攻击的地狱木刺术 无疑是他的克星之一 当即 土甲龙的身体被地狱木刺术给顶了起来 但地狱木刺术并没有彻底破开他的皮肤组织 但是 夜天来了一个骚操作 他操控地狱木刺术的一根木刺 直接从土甲龙的菊花处刺了进去 哦 凄惨的叫声传出 可见这一击的伤害何等恐怖 但是 这也让土甲龙变得狂暴起来 攻击力似乎暴增 但他在黑暗天幕的压制下 难以感应到夜天的位置 导致攻击无用 只能疯狂破坏四周的地面 接下来 夜天用一种种异术消耗他的生命力 哪里薄弱就攻进哪里 见到自己处于危险境地 土甲龙准备施展蹲地树逃走 可夜天已然预料到了这一步 指的成钢树 瞬间 土甲龙身下的土壤变成了钢地 他的蹲地树没有了用武之地 渐渐地 这头土甲龙失去了最后的生机 化作雾气消散了 我竟然干掉了一头二级妖兽巅峰的土甲龙 夜天对自己的实力有了大概的了解 当然 这也是土甲龙智慧低 这才好对付一些 若是对付手段不少的巅峰艺术师 那他就很难击杀对方了 甚至有可能被对方反杀 但是 以他的实力对付大部分高级艺术师是很容易的 这头土甲龙被杀掉之后 夜天的积分多增加了1000 9000积分了 据说满分就是1万分 再多就没有意义了 夜天难难道 每一年都有获得1万满分的状元 甚至还不止一位 很快 他又杀掉了几头二级妖兽 将自己的分数提升到了1万积分 这时候 继续击杀这个秘境的妖兽就没有意义了 于是 夜天不再寻找妖兽 而是寻找资源 幻术秘境看似虚幻 但实际上也是真的秘境 这里的一些东西也是能够带出去的 很快 夜天就看到一块白色石头 是那种白到极致的石头 触碰之后 有点冰冰凉凉的感觉 摸起来比较舒服 精神之力加1 精神之力加1 看到这个提示 夜天就知道这是什么石头了 换石 这种石头是精神系材料 是精神系天赋异能者需要的材料 精神系天赋异能者十分罕见 但也十分强大 精神系天赋异能者主要修炼幻之艺术 攻击精神艺术 防御精神艺术 精神力强大到一定程度 还可以拥有精神欲物的能力 还有一些时间 我或许可以收集不少幻石 我手中这块应该是低级幻石 若是能够找到中级幻石或者高级幻石就好了 夜天先想 幻石的主要用于建造幻阵 亦或者提取幻叶 一些精神药剂就需要幻叶 只因精神系天赋异能者的实力 主要靠强大的精神力 精神药剂可以提升精神力 比自己慢慢苦修快不少 所以 幻石的价值也是很高的 高考的学生都在想着杀妖兽 获得好的成绩 没有谁有时间来慢慢寻找幻石 经过夜天不断寻找 一块又一块幻石被他找到了 基本上 也只有核心区域才可以找到一些幻石 且有些幻石还诞生于地下 就算他会炖的树 但寻找幻石也比较困难 而很快 他已然诞生了F级精神系天赋异能 等出去之后 就可以修炼精神系艺术了 咦 这是一块终极幻石 而且还这么大 夜天在地下寻找幻石的时候 运气比较好 找到了一块篮球大小的终极幻石 立即就收起来了 又过去了一会儿 高考时间到了 所有学生的积分定格 继续击杀妖兽 也不会获得积分了 旋即 一名名学生从F6秘境出来了 夜天也是立即返回 很快赶到了秘境出口 交上了自己的幻术手镯 再从里面出来了 而所有人的成绩都会总报上去 过几日才会公布出来 出来后 不少学生互相讨论 询问对方的成绩 也有几人询问夜天的成绩 夜天只是微微一笑 故作神秘 没有透露 他说自己考了一万分 这些人也不相信啊 到时候成绩公布下来 就都知道了 等所有学生都出来后 纷纷离开了这里 而夜天也回去了 转眼间 两天时间过去了 东海一中 校会议室 李轩等多名老师来到了这里 校长郭海这位艺术宗师都亲自来了 当老师们到的差不多了 郭海开口道 各位老师 今年我们一中的成绩很不错 听到很不错两个字 这些老师松了一口气 若是成绩不行的话 他们就得爱训了 郭海继续道 今年 东海市的高考庄院在我们学校 省庄院也是在我们学校 是谁 这些老师很好奇 按照平时的成绩 一中今年就算考得再好 也不可能出一位省庄院啊 省庄院必然是一万分 从未有过例外 而想要获得一万分 基本上都需要艺术师的实力 东海一中这一届可没有艺术师学生啊 是水系天才班的夜天 郭海道 夜天 李轩老师一听 直接傻眼了 他知道夜天啊 以前是F级水系天赋异能者 后来获得了天才地宝 将水系天赋异能潜力提升到了C级 才勉强进入了天才班 唯一值得一提的是 在之前的学校联赛之中获得了钱世明 但根据他调查 是夜天简陋 杀死了其他人重创的妖兽 这才获得了钱世明 这点成绩不值得一提 之后 夜天就请假修炼去了 他也不知道夜天的实力进步如何 但区区C级天赋异能者 潜力怎么可能获得省庄院呢 回来后 夜天就开始研究两门B级精神防御艺术 精神艺术比其他艺术更难修炼 但在悟道术作用下 就算是B级精神防御艺术 也难不倒夜天 靠着悟道术 夜天很快就炼成了这两门B级精神防御艺术 但想要修炼到圆满境界 估计还得几天时间 水神石 夜天将水神石握在手中 能够感觉到一丝丝力量被自己吸收了 水之力加一 虽说很长时间才可以获得一点水之力 但的确有用 等时间长一些 也能够将他的水系天赋 异能潜力提升到A级 水神石真的不错 勉强算是A级材料 校长这次是真的大方 当然 也有可能其他人利用不了水神石 只觉得水神石唯一的用处就是汇聚天地灵气 但是 对他来说 却可以吸收水神石之中的水之力 提升自己的水系天赋 异能潜力 真正将水神石的价值开发到极致了 咚咚咚 有人敲了叶天的门 叶天利用火眼术看了一下 发现了门外的一位美女 柳欣 是他 这位乃是巅峰艺术大师啊 对于这样的强者来说 区区一扇铁门没有任何意义 于是 他 开了门 叶天同学 你好 我是异能协会的柳欣 柳欣自我介绍道 柳欣大师 我听说过你 异能协会找我做什么 叶天疑惑问道 柳欣微笑道 叶天同学 我是来代表 异能协会 邀请你加入 加入异能者协会 叶天连忙摇头 我还要上大学呢 柳欣连忙解释 叶天同学 上大学与加入异能协会不冲突 比如东海大学不少学生就加入了异能协会 只要不是被官方列入非法势力的组织 任何人都允许加入 柳欣大师 先进来吧 叶天邀请柳欣进来坐坐 慢慢聊 柳欣坐下后 开始为加入异能协会的好处 叶天同学 你虽然考了省高考状元 但这仅仅只是开始而已 就算是进入大学 竞争也很大 而加入异能协会的话 可以利用异能协会这个平台 获取你需要的资源以及艺术 进入大学之后 很多资源都得自己争取 加入异能协会 等于多一个获取资源的渠道 何乐而不为呢 再者 等你毕业之后 也得加入某个势力吧 异能协会是官方正规组织 加入异能协会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叶天一听觉得柳欣说的有点道理 异能协会有精神系艺术吗 攻击类或者幻术类型的 叶天询问 有 柳欣点点头 他有些好奇 叶天问这个问题做什么 根据资料 叶天是水系天赋异能者啊 莫非还有精神系天赋异能潜力 加入异能协会总得有点好处吧 他想要从异能协会捞一点好处 你想要什么 我向上面申请一下 柳欣有些无奈地说道 其他人想要加入异能协会都进不去 他主动邀请叶天 叶天还想要好处 但叶天是高考状元 拉拢叶天的势力可不少 所以给予一点优待也没问题 我要B级攻击型精神艺术 换术类的也可以 叶天狮子大张口道 这不可能 柳欣直接拒绝了 B级攻击型精神艺术 或者B级换术都无比珍贵 异能协会不会同意的 你还是别想了 若是C级的攻击型精神艺术 我或许还能够勉强给你申请到 但是你必须展现应有的价值才行 应有的价值吗 叶天顿了顿 道我拥有B级精神系天赋异能 这个算有价值吧 B级精神系天赋异能 柳欣有些不敢置信 这可比其他的B级天赋异能潜力更罕见啊 异能协会对于精神系 空间系等特殊系天赋异能者 都有着十足的优待 若真的是如此 那肯定可以获得一份C级攻击精神系艺术 柳欣保证道 好 那我选择加入异能协会 叶天同意了 随后 柳欣带着叶天前往东海市异能协会总部大楼 来到这里后 柳欣带着叶天去测试精神系天赋异能潜力 很快 柳欣就让人拿出了一枚精神天赋时 这玩意可以检测天赋异能的潜力 叶天同学 测试一下吧 柳欣略带期待地催促道 叶天握住了精神天赋时 上面立即出现了一道又一道光圈 很快 五道光圈浮现 这代表着叶天的精神天赋异能潜力达到了B级 果然是B级精神天赋异能潜力 柳欣激动 这样的天才不亚于一般的A级天赋异能者啊 而且 叶天还获得了状元 这样的天才自然有资格获得优待奖励 随后 他却跟铁石副会长申请一门C级精神艺术给叶天 而这个申请自然立即就通过了 叶天同学 你可以申请一门C级精神艺术 柳欣将一门门C级艺术的名单以及介绍拜在叶天面前 让叶天从中挑选 魂针术吧 叶天选好了 魂针术能够凝聚精神力化作一根针 直接刺入别人的灵魂之中 从而对别人的灵魂造成伤害 若是用来对付普通人的话 魂针术直接就会让普通人灵魂破碎而亡 就算是一般的艺术学徒也扛不住 魂针术配合战斗的话 足以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叶天心想 有了魂针术 它的实力也算是大涨 很快 魂针术传承球到手了 异能协会任务区 柳欣带叶天来到了这里 叶天 这里是我们异能协会的任务区 这里会发布很多人 完成任务可以获得积分 而积分在异能协会兑换资源材料 武器 艺术等等 柳欣介绍完之后 就让叶天在这里自己研究 他有时去忙了 扑就煽火 要求水系艺术师 不限人数 可获得20积分 东南江寻找失踪人员 无任何要求 水系天赋异能者优先 可获得15积分 收集百年冰寒玄铁 一斤价值500积分 城东清理妖鼠 击杀一级妖鼠10个积分 击杀二级妖鼠50个积分 数量不限 叶天看了一下这些任务 没有危险的任务奖励也不错 稍微危险的任务奖励都很不错 异能协会可以购买到攻击精神艺术 甚至连B级攻击精神艺术都能够买到 但需要积分 我还是得做点任务 凑齐积分购买及B级攻击精神艺术 叶天选了选 决定接取城东清理妖鼠的任务 这个任务有点危险 但获取积分数量多啊 城东 异能协会说的妖鼠就在这一片区域的地下 经常出现 杀都杀不完 叶天难难道 而这些妖鼠还必须经常灭杀 否则跑到居民区的话 普通人哪里是对手 艺术学徒都会被杀死 毕竟这些妖鼠乃是真正的妖兽啊 实力可不弱 妖鼠体型不大 一双爪子比钢铁还坚韧 擅长在地下打洞 很难追杀妖鼠 发现妖鼠必须一击毙命 才可以将其杀死 这是从异能协会任务得到的信息资料 但叶天却不担心发现不了妖鼠 他拥有火眼术 还拥有盾地术 简直就是妖鼠克星 这个任务对他来说太简单了 利用这个任务 他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取大量的积分 修 叶天施展盾地术 进入了地下 同时开启了火眼术 洞察四周的情况 寻找妖鼠的踪迹 很快 他感应到了一只一级妖鼠的踪迹 盾地术过去 直接用很简单的金针术将其击杀 击杀了这只妖鼠后 叶天将其尸体收起来 继续寻找第二只妖鼠 随着时间流逝 一只又一只妖鼠被他找到 然后轻易秒杀 很快 他就遇到了一只二级妖鼠 二级妖鼠 实力媲美一术师 而一术师若是在地下碰到二级妖鼠 几乎是必死无疑 可惜 这只二级妖鼠碰到了叶天 叶天利用土西异能力量将土壤分开 然后立即施展了黑暗之矛 这门壁及黑暗系一鼠 杀 黑暗之矛刺入了这只二级妖鼠的身体之中 瞬间秒杀了他 接着 叶天将伤口的黑暗系异能气息抹除 这才将尸体收起来 就这样 叶天杀的妖鼠越来越多 渐渐找不到妖鼠了 今天任务就做到这里吧 叶天返回了异能协会总部大楼 提交了任务 当他提交这么多的妖鼠 负责任务的工作人员都惊呆了 二级妖鼠6只 一级妖鼠36只 一共可以获得660积分 不过 这点积分压根兑换不到B级精神艺术 像一般的B级精神艺术 都需要1万积分才可以兑换到 就算叶天天天都可以获得大几百积分 也需要十几天才可以凑齐足够的积分 不及 距离东海大学开学还有近乎两个月呢 两个月期间 我肯定能够兑换到好几门B级攻击精神艺术了 叶天暗道 接下来的日子里 他主要修炼C级攻击精神艺术 混真术 以及B级防御精神艺术精神之塔和精神场域 二混真术比较简单 很快就修炼到圆满境界了 几天之后 精神之塔和精神场域也都修炼到了圆满境界 而经过这么一番修炼 叶天的精神比过去强大太多了 精神也越来越凝炼 强度越来越高 该冲击艺术师境界了 叶天停留在巅峰艺术者境界已经好多天了 且这些天 他也在一直收集冲击艺术师境界的资料 加入艺能协会之后 也知道了更多的资料信息 冲击艺术师境界 可不是胡乱冲击 而是需要以艺能力量凝聚艺能器官 而艺能器官可以在身体任何一个地方凝聚出来 艺能器官很小 很容易隐藏起来 大部分都是将艺能器官隐藏在五脏六腑位置 这也是最好的方式 我与其他巅峰艺术者不同 我需要凝聚多种艺能器官 但突破之后 实力也会大幅度提升 远超其他人 叶天仔细想了想 准备先凝聚水系异能器官 水系代表肾 在肾里面凝聚水系异能器官无疑是最好了 开始了 叶天操控水系异能力量凝聚于左肾之中 然后不断压缩水系异能力量 以特殊的方式凝聚出水系异能器官 一个小时之后 轰 水系异能器官凝聚成功 顿时大量的天地灵气涌入到他的水系异能器官之中 再流转全身 让他的水系异能力量变得更为精纯 现在 他的一丝水系异能力量相当于过去的数倍 不仅如此 他的左肾在水系异能器官的影响下 也等于被提升了一截 我的肾功能肯定强悍无比 可惜没有试验的机会 夜天晚熄道 接下来凝聚木系异能器官吧 木系对应肝 他自然要在肝之中凝聚木系异能器官 很快 木系异能器官凝聚成功 这时 他的木系异能力量蜕变 而肝也变得强大起来 身体素质又提升一节 然后 轮到凝聚金系异能器官 肺对应金系 于是 他在肺部凝聚了金系异能器官 之后 他在心脏凝聚了火系异能器官 皮内部凝聚了土系异能器官 至此 五行异能器官全部凝聚成功 但夜天还有黑暗系异能器官 精神系异能器官需要凝聚出来 精神系异能器官的位置 最适合的地方就是逆丸弓 也就是精神所在之地 但黑暗系异能器官却有多个选择 任意选择一个地方就行了 夜天最终选择在手臂位置凝聚黑暗异能器官 随后 他花了一点时间 将精神系异能器官凝聚出来了 逆丸弓 精神海 一个宛如晶体一般的精神系异能器官悬浮在那里 而他的灵魂盘息坐在其上 所有的精神系异能力量都凝聚在这个精神系异能器官之中 而他的精神相比较过去 变得更加凝联坚韧 很快 他又将黑暗系异能器官在右臂凝聚出来 身体素质又提升了一些 如此一来 他的七种异能力量都凝聚出了异能器官 全方面达到了艺术师境界 而身体经过七次突破 身体素质已然变得无比恐怖 轰 一拳打出 空气爆响洞 空气如同被撕裂了一般 这一拳都可以打死巅峰艺术者吧 夜天先想 现在他觉得自己的实力足以媲美艺术大师了 但还没有与真正的艺术大师交手过 这一日 夜天又接了一个任务 去城外一座森林灭火 灭火是消防队的事情 但这次的火焰乃是妖兽厮杀导致的 火势蔓延太快 且这些都不是普通的火焰 消防队人手不够用 所以 他们这些水系艺术者或者艺术师 都可以接取这一类的任务去灭火 这样的任务也很经常 每个月都有那么几次 刷 夜天领取任务之后 就去了城外 很快 就来到了那座森林 不仅仅是他 还有其他水系艺术师 甚至还有一位水系艺术大师来了 哄 一位位艺术者 艺术师乃至于艺术大师 齐齐施展水系艺术 大量的水被召唤而来 用于浇灭那些火焰 特别是艺术大师施展的水系艺术 宛如将一条小河直接召唤出来 倒灌进入森林之中 几个小时时间 这里的火就被彻底灭掉了 任务完成 夜天也就回去了 路上 他突然停下了脚步 露出了凝重之色 火眼术 目光一扫 他看到了隐藏在四周的六名巅峰艺术师 六名巅峰艺术师 夜天微微皱眉 这六人的站位明显不善啊 而这时 六位巅峰艺术师也注意到了夜天的双眸 认出了火眼术 他还拥有火系天赋异能 咱们暴露了 杀 六名巅峰艺术师不再隐藏 一个个冲了出来 他们的速度很快 一个呼吸间就接近了夜天 着四 黑暗天幕 嗯 四周全部被夜天拉入了黑暗 一名名巅峰艺术师瞬间被黑暗天幕这门A级黑暗系艺术给压制了 地狱木刺树 黑暗织毛 扑扑扑 五名巅峰艺术师的身躯被贯穿 只有一名巅峰艺术师施展了一门禁术 强行躲开了 但下一秒 夜天施展金光术接近对方 一记剑影术 就直接中创了他 接着 咔嚓 对方的脖子直接被夜天捏断了 前后不过三个呼吸时间 六名巅峰艺术师全部被杀 旋即 夜天将他们身上的物品取走 离开了这里 接着 夜天施展顿地术离去 就在夜天离去之后 有其他天赋艺术者过来了 见到了死去的六位巅峰艺术师 一个个慌了 连忙通知了艺术协会 艺术协会总部大楼 夜天回来了 先是提交了任务 然后才查看那六位艺术师身上的物品 都没啥好东西 而且只有一人身上有那物带 连一个永久性那物界都没有 这不代表这些艺术师穷 只不过永久空间物品太罕见 也太珍贵了 而那物带一个月就报废 除非经常狩猎妖兽 才需要这玩意 否则买了就是浪费钱 六张不记名卡 回头查查有多少钱 夜天将没啥用的东西 等会送到地下买起来 此时 他开始思考这些人的身份 应该是来自于一个组织 可是 他没得罪什么势力啊 但很快 他就知道那六人是什么势力的了 艺术协会很快就调查出了 那六人的身份 而夜天作为艺术协会的一员 自然收到了这个信息 邪神会 他坚信自己坑死邪神会血爪的消息没有泄露 那么邪神会派遣艺术师暗杀自己 只有一个原因了 高考状元 以前 他就听闻某某下国天才云落在邪神会的暗杀之下 没想到这种事情落在了自己的头上 不过 邪神会也是低估了他的实力 只派遣了六位巅峰艺术师 连一位艺术大师都没有派遣 若真的派遣一位巅峰艺术大师 他只能选择逃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 夜天就很少离开东海市 东海市的任务也不少 每天也能够获得完成任务 获得不少积分 不久后 夜天凑齐了一万三千多积分 准备购买一门B级精神系艺术控物术 控物术是很强大的精神系艺术 能够用精神力操控物品 改变物体的形态 比如一枚铁块 它可以利用控物术瞬间将铁块变成一把剑 还可以控制敌人的身体 在战斗之中发挥出很大的作用 当然 夜天兑换控物术是想要与另一种B级精神艺术玉物术结合 控物术和玉物术结合 在准备顶尖金属材料凝聚成武器 就可以爆发出恐怖的杀伤力 可以想象 在战斗之中 旁边的一块石头 突然变成了一把石剑 以超越音速的速度从背后杀来 这是何等恐怖的能力 也就是说 控物术与玉物术结合 万物皆可为武器 媲美A级艺术的威力 它甚至还可以将这两种艺术结合 变成玉剑术呢 到时候踩踏飞剑 遨游天际 所以 夜天想要将控物术和玉物术 这两种B级精神艺术都兑换到手 很快 夜天就将控物术这门精神艺术彻底接收了 接下来就是将其修炼到圆满境界即可 一晃 又是两三天时间过去了 控物术已然修炼到圆满境界 精神强度也提升了一些 之后夜天又花了半个月时间 凑齐了兑换玉物术的积分 就这样 玉物术也凑齐了 如此一来 夜天就可以将玉物术和控物术结合起来 到时候实力还会暴涨一截 还得购买最坚硬的材料啊 可异能协会只售卖B级金属 不售卖A级金属材料 否则他早就去兑换各种A级金属材料 将自己的金系天赋 异能潜力提升到A级了 A级这个档次的材料或者艺术 都无比珍贵 异能协会也不会轻易拿出来 他现在在异能协会的地位还不够 自然没资格兑换这些东西 B级金属 那就选择血铜金吧 夜天决定到 东海阁 夜天的水分身来到这里购买血铜金 花了300万才购买到了一斤血铜金 一斤血铜金对夜天来说 现在也足够用了 可以用控物术变成一柄小飞剑 杀伤力还是很恐怖的 地下小基地 夜天在这里试验玉物术和控物术结合的威力 嗯 血铜金悬浮起来 在控物术的作用下不断拉长 渐渐变成了一把飞剑 而控物术还可以控制这把飞剑的方向以及力量 操控更为精细 而这都是玉物术做不到的 再配合玉物术 简直无敌 杀 两种精神异术结合之后 这把飞剑以超音速攻击一旁的石壁 扑 石壁被动穿 这速度比子弹还要快很多 经过夜天的测试 以它现在的精神强度 加上圆满境界的控物术 玉物术结合起来 可以让它在100米范围内任意催动玉物术和控物术 玉物术和控物术结合 配合圆满境界的A级异术 我现在只有一门A级艺术 那就是黑暗天幕 但黑暗天幕不是攻击型艺术 现在 玉物术和控物术结合的手段 反而是我最强攻击手段 也是我的底牌 也天难难道 有了这个手段 它都可以轻松击杀初级艺术大师了 接下来 它在异能协会大量揭取任务 已然变成了任务狂徒 也从异能协会兑换了不少艺术以及材料 而靠着艺术堆积 它的修为提升很快 就在距离东海大学开学没几天的时候 叶天的修为已然达到了终极艺术师境界 东海大学 今天是开学的日子 与前世不同的是 这里并没有老生迎接新生的画面 一位位新生都是自己进入学校 自己按照指示入住学校的宿舍 叶天作为高考状元 不需要与其他人同住一个宿舍 而是有着自己的独立公寓 不仅如此 它还有一千积分的奖励 大学积分与艺能协会的积分差不多 都可以用于兑换资源 艺术 随后 叶天办理了校积分卡 以及其他入学手续等等 如此 才算是真正进入了东海大学 东海大学与高中不一样 没有固定的教室 上课都是自学 只需要完成考核就行了 对于天赋异能者来说 实力此时最主要的 其他都是次要 而每一位学生都分配了导师 叶天就分配在水系导师李浩阳手里 李浩阳也是水系艺术宗师 实力十分强劲 像东海大学这样的顶尖艺能大学 顶尖导师都是艺术宗师级别 少数几位教授更是艺术大宗师级别 可以说 东海大学的实力无比强劲 东海市艺能协会远远不及东海大学 当然 艺能协会拥有大量的分布 每个城市都有 而东海大学就这一个 真的要比 东海大学在下国艺能协会面前 也只是弟弟 第二天 叶天就被李浩阳拉入了水系大一群里 然后发了一个通知 各位同学 东海大学大一有新人王称号 有实力的可以去竞争一下 学校的图书馆有各种艺术书籍 以及修炼经验 艺术修炼陷入瓶颈 可以去那里看看 或许就有灵感突破了 若是有什么修行上的问题 也可以发信息询问我 有空的话 我会回答一下 星期六星期天 不要找我 老师我也需要休息 待李浩阳念了之后 一群人在群里聊了起来 互相介绍自己 而叶天却在思考新人王 他对这个很有兴趣 于是在论坛查了一下 这才知道新人王的价值 一旦获得了新人王称号 好处太多了 历届新人王都会快速崛起 实力远超其他大一新生 这个新人王 我要了 叶天难难道 想要获得新人王称号 就必须获得大量的积分 像叶天的一千积分 是高考状元奖励 不算入新人王积分之中 新生想要获得积分很难 完成课程考核可以获得积分 完成任务可以获得积分 但这些都比较耽误时间 且获取的积分并不多 战塔 这是大一新生获得积分 最容易的一个渠道 战塔是测试实力的一座塔 严格来说是一座幻术塔 在战塔之中陨落是不会真的死 只是损失一些精神力而已 战塔有很多层 每闯过一层都可以获得不少积分 就在叶天研究战塔的时候 大一新生之中就有人将这一届 有实力角逐新人王的名单给收集好了 甚至还给出了排名 很快 叶天也就知道了 咦 我竟然不是排在第一名 叶天争住了 关键是 他只排在了第十九名 这是多么看不起他啊 但是 当他看到其他人的信息资料 就知道其他人为何不看好他了 秦宇 S级雷系天赋异能者 中级艺术师境界 张鹤 S级水系天赋异能者 中级艺术师境界 肖紫云 S级火系天赋异能者 中级艺术师境界 白轩 A级光系天赋异能者 初级艺术师境界 这些人都是A级以上的天赋异能者 且一个个背景不一般 而且 他们也都是高考状元 一个省份 光是满分状元就不止一人 而下国可不止一个省啊 就算是十大异能大学分摊 每一个大学都可以分到不少高考状元 再者 他除了高考状元 就没有什么拿得出手了 所以 很多人不看好他 也情有可原 这些家伙展现出来的实力 仅仅只是曝光出来的 说不定还隐藏了实力 想要获得新人王不容易啊 叶天微微皱眉 这些人背后可能有艺术宗师 甚至是艺术大宗师做考山 不缺资源 若是背后的强者或者家族 全力培养他们的话 说不定在三个月时间内 能够再度突破 据说上一届的新人王 就是一名高级艺术师 怕什么 我可以不断开挂 他们又开不了挂 如此一想 叶天就淡定起来了 先去战塔 叶天快速来到了战塔这里 此时 已经有很多人在排队进入战塔闯关 从而获取积分 战塔每一关的难度都很高 初级艺术者都很难闯过第一层 中级艺术者很难闯过第二层 高级艺术者很难闯过第三层 巅峰艺术者很难闯过第四层 初级艺术师很难闯过第五层 中级艺术师很难闯过第六层 高级艺术师很难闯过第七层 而闯过第一层可获得十个积分 闯过第二层可以获得二十积分 闯过第三层可以获得五十积分 闯过第四层可以获得一百积分 闯过第五层可以获得二百积分 闯过第六层可以获得五百积分 闯过第七层可以获得一千积分 第八层是2000积分 第九层是5000积分 第十层是1000积分 这是新人王争夺期间的积分奖励 一旦过了这个时间 奖励可就远远没有这么多了 像大二的学生若是闯过了第十层 也就奖励几百积分而已 毕竟这是白颂 学校又不傻 怎么会白颂那么呢 而新人王竞争的三个月期间 能够闯过第七层以上的人都是寥寥无几 没有多少人 所以学校也不在乎这点奖励 很快 叶天就排队进入了战塔 第一层 一头一级妖兽凝聚出来 而且还是叶天见过的一级妖兽金刚元 第一关就是金刚元 初级艺术者的确很难打过 叶天先想 轰 金刚元杀向了叶天 叶天随手一个金针术 直接秒杀了他 闯过了第一层 第二层 依旧是秒杀 第三层 还是秒杀 第四层 依旧是秒杀 到了第五层 叶天面对的是三头二级初期的妖兽 且不是一般的妖兽 飞天魔虎 拥有A级血脉潜力的二级妖兽 初级艺术师 有几个能够打得过他们 东海大学战塔设定要求太高了 叶天感慨道 可他还是用地狱目次数 秒杀了这三头飞天魔虎 闯过了第五层 战塔第五层的难度 是连中级艺术师都难以闯过 只有中级艺术师之中的天才才能够闯过去 然而 叶天的实力太恐怖 轻易就秒杀了第五层的妖兽 来到了第六层 第六层的妖兽数量达到了10头 且个个都是顶尖的二级中期妖兽 可以说 就算是巅峰艺术师遇到这么多的二级中期妖兽 都可能会凉凉 然而 叶天一挥手 用空物术凝聚出一把刀 施展金光术化作一道金光 用自己强大的肉身力量斩出一刀刀 扑扑扑 金光滑过 而这些妖兽的身体已然被叶天斩成了两截 近身战 我的攻击力也很恐怖 若是异能力量耗尽的话 光是靠肉身力量都可以爆发出恐怖的攻击力啊 也天难难道 他准备后面学习一门可以加持肉身的艺术 这样可以让肉身力量更好爆发出来 否则就浪费自己这恐怖的肉身了 第七层 这里的妖兽就更加多了 全部都是二级后期妖兽 且都蕴含强大的血脉 数量也达到了20头 这么多顶尖血脉的二级后期妖兽 轻松就可以为杀巅峰艺术师 较弱的艺术大师都可能陨落 修修修 这些二级后期妖兽纷纷杀向了夜天 夜天依旧只用金光术配合控物术 再加上自己的身体素质 轻易就解决了这群二级后期妖兽 接着 他来到了第八层 第八层全部都是二级巅峰妖兽 且数量达到了30头 黑暗天幕 圆满境界的A级黑暗系艺术垂动 笼罩了这里 压制了这些二级巅峰妖兽 紧接着 他施展一门门艺术 将这些二级巅峰妖兽击杀了 闯过了战塔第八层 他没有立即就去闯战塔第九层 而是在恢复了异能力量之后 这才来到了了战塔第九层 第九层 来到这里之后 夜天发现并没有三级妖兽 而是身高三米 浑身赤红色且长满鳞片的人形生物 气息与妖兽有些接近 但绝对不是妖兽 虽说这些生物是战塔凝聚出来的虚幻生物 但这些生物大概率拥有不亚于人类的智慧 这是什么生物 夜天疑惑 但现在不是疑惑的时候 而是必须与这些生物战斗 将其击杀 才可以闯过第九层 这些人形生物各个都拥有艺术大师的修为 且还擅长各种诡异的术 彼此还可以配合起来 发挥出来的战斗力十分恐怖 夜天不敢大意 黑暗天幕催动 就连土甲术等各种防御艺术都给加持上 空物术 玉物术 玉剑 杀 血童剑画作的飞剑在这两种艺术下发挥出了超音速的速度 瞬间就穿透了一头人形生物的头颅 将其秒杀 但这些人形生物可不少 其他人形生物已燃杀来 金光树 他试图画作一道金光躲开 但一根根黑色丝线形成网状照来 金光树被迫 下一秒 一根根彻红光线洞穿而来 黑暗天幕虽然可以限制他们的动作以及速度 但无法彻底阻止 而且 他们的修为太高了 黑暗天幕也很难限制多少 遁地数 夜天试图遁入地下 但这时 一名人形生物张开了巨口 闭合的时候 没看出来有多大 可这一张开 足以吞下一整个人 嗷 刺耳的声音传来 形成一股音波攻击 直接阵列了地面 指的成钢树 四周的土壤变成了钢铁 试图抵挡音波攻击 但依旧被震碎了 若是在外界的话 他可以逃得远远的 但站塔内部的空间很小 他没办法顿走 于是 他直接出来了 扑 血童飞剑又贯穿了一名人形生物的身躯 将他杀死 但每次催动玉物术和控物术催动血童飞剑 这样的消耗也很大 而且 夜天也得承受他们的攻击 很快就被击伤了 水疗术 在这门水席艺术的帮助下 他的伤势在恢复 但想要瞬间恢复是做不到的 突兀 有一名人形生物 施展了一门强大的精神艺术攻击 不过 夜天拥有B级防御精神艺术精神之塔 刹那间 他的脑海中就浮现一尊宝塔 对方施展的精神艺术攻击落在他的精神之塔上 只让精神之塔微微一震 并没有打破精神之塔 紧接着 夜天率先用控物术和玉物术操控血童飞剑 瞬间秒杀了他 时间一点点过去 夜天的各种异能力量几乎快要耗尽了 身上的伤势也渐渐加重 终于 这些人形生物全部被他杀死了 他闯过了第九层 随后 夜天就从第九层出来了 他没有去闯第十层 第九层就如此变态 更何况是第十层呢 必然是闯过不了 当他从战塔出来 就见许多学生都在吐槽 战塔太难了吧 我是巅峰艺术者 结果连第四层都闯过不了 别说了 我连第三层都没有闯过 我刚刚听说一名初级艺术师 也没有闯过第五层 据说战塔越往上越变态 甚至还有高年级的初级艺术大师 连第八层都没有闯过去 第八层对标的是巅峰艺术师啊 结果更高境界的艺术大师都没有闯过 可想而知第九层是何等变态 咱们这一批新生目前闯入最高会是多少层 目前新生修为最高的是那些终极艺术师吧 大概率能够闯过第六层 个别妖孽的估计会闯过第七层 至于第八层 那不可能 就在这时 叶天见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从战塔走了出来 林青亚 而林青亚也见到了叶天 两人毕竟是同学 林青亚还是走了过来 叶天 你这是突破到初级艺术师境界了 林青亚羡慕道 她在这两个月也是疯狂修炼 还有父母的支持 叶才勉强突破到巅峰艺术者境界 与叶天一比 那就差太多了 嗯 叶天微微点头 她实际上已经突破到终极艺术师境界 但说不说无所谓 你闯过战塔第几层 林青亚有些好奇 叶天没有回答 而是反问 你闯过了第九层 林青亚无奈摇摇头 只闯过了第三层 第四层还差一些 第四层的妖兽太强大了 随后 叶天转移话题 讨论其他事情 林青亚也渐渐忘却 叶天闯过第几层的事情了 等叶天离开之后 她这才想起叶天 还没有回答自己的问题 战塔的成绩 每天都会在官网公布 到时候就知道她什么层次了 估摸着可以闯过第五层 甚至是第六层吧 林青亚估算道 毕竟叶天是高考状元 能够以巅峰艺术者境界 获得高考状元 越级而战肯定是可以的 此刻 战塔第七层 一名中级艺术师 正在苦战第七层的妖兽 她便是被大一新生认为 有可能获得新人王的秦宇 A级艺术雷霆万军 轰隆 一道道雷霆轰击四周的妖兽 但却难以将他们轰杀 秦宇的雷霆万军艺术 仅仅只是入门境界 但以她的年纪 能够练成A级艺术 已然是付出了大量的时间 以及精力 甚至还服用了能够提升物性的天才地宝 若不然的话 她根本练不成A级雷系艺术 突然 一道艺术攻击落在她的身上 她身上浮现一套雷甲 挡住了攻击 但依旧被击伤了 笑成境界的B级雷系艺术雷甲 防御力还是不行 否则不会受伤 秦宇皱美 随着她不断战斗 最终还是倒在了第八层 没有闯过去 当然 若是她再进一步的话 就能够闯过第八层 除了秦宇外 大一新生之中的其他中级艺术师 纷纷来闯战塔 但没有到战塔数据刷新的时候 其他人也无法知晓他们的成绩 转眼间 时间来到了第二天八点 这时候战塔数据准时在官网刷新 所有学生的数据都可以查到 于是 游人就从中选择大一新生的数据 整合起来将其公布出来 而叶天的战塔成绩就出来了 叶天 大一 战塔第九层 这代表着叶天闯过了战塔第九层 看到这个成绩 所有人都震惊了 完全不敢置信 叶天竟然闯过了战塔第九层 林青雅无比吃惊 号称有新人王潜力的秦宇 也才闯过了第七层 且秦宇的修为达到了中级艺术师境界 还是S级雷系天赋异能者 可叶天呢 才成为艺术师多久 怎么可能闯过了战塔第九层呢 但战塔数据做不了假 所以他不相信也得相信 我终于知道叶天为何不回答我的问题了 昨天他若是说自己闯过了第九层 我绝对会认为他在开玩笑 不会相信的 林青雅难难道 而秦宇 张赫 肖子云等中级艺术师也被打击到了 他们都只闯过了战塔第七层 与闯过了战塔第九层的叶天相比 实力差距可想而知何等之大 叶天完全有实力秒杀他们啊 不过 战塔成绩不代表什么 还有三个月时间 他们还有希望追上叶天 再者 战塔获得的积分再多 他们也是有希望从其他方面超越叶天 8880积分了 再加上东海大学给的1000积分 现在我手上已经拥有9880积分 接近1万积分了 叶天想着该利用这些积分兑换什么了 积分留在手上没用 换成资源提升实力才是最有用的 不知道东海大学能不能兑换到A级五行材料 叶天进入了东海大学的官方查询了一下 结果发现能够兑换的最高级别材料都只有B级 没有A级材料 东海格不卖 异能协会没有 如今连东海大学都没有A级材料 我如今唯一获得的A级材料只有黑暗石 但却是从些神会血爪身上获得 若不然的话 我连一件A级材料都无法获得 这时 他想到了自己的导师李浩阳 导师说过 有问题可以询问他 于是 他发信息给了李浩阳 导师 咱们东海大学无法用积分兑换A级材料吗 发完信息之后 他就等待李浩阳的回复 大约过去半个小时 李浩阳才回复了 A级材料十分珍贵且罕见 下国官方以及各大势力都严格把控 不允许售卖或者兑换给艺术宗师以下的天赋异能者 看到这个解释 他才算是明白了 导师 有办法获得A级材料吗 叶天又问 李浩阳回复道 有办法 比如你拿下了新人王 就可以选择一份A级材料 或者可以去学校东边的一条街 那里有一些学长摆摊 偶尔会有A级材料出售 但也会很快就被人买走 东边一条街 叶天明白了 随后 他前往导师说的那一条街 来到这里 他果然看到这里有很多人摆摊 都是东海大学的学长 摊位上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材料 甚至还有一些灵草灵药等等 像东海阁一些市里都会收购材料 但价钱给的低 而这些学长也是想要利用这些东西换取积分 学校外面可换不到积分 所以他们才会在这里摆摊 当然 大部分学长懒得摆摊 都会选择低价售卖给学校 都是一些D级 C级材料 很少有B级材料 更别说A级材料了 叶天有些失望 可很快 他就发现了好东西 虽然仅仅只是一级材料 但却是他十分需要的材料 那是一个胖子的摊位 摊位上有一块灰色石头 他一眼认出来了 这块石头赫然就是空间石 请问这是空间石吧 叶天问道 是啊 这是空间石 是能够炼制成那物界的空间材料 摊位上的学长夸夸气谈道 这样的空间系材料 你在外面是根本买不到的 这位同学若是要的话 便宜卖给你 三千积分 空间系材料十分昂贵 一级材料都可能比B级的其他材料都要贵重 这就是物以机为贵 且空间材料可以炼制出永久的空间物品 这才导致空间系材料价值太虚高了 三千积分 叶天觉得还算可以 他本身就拥有接近一万积分 花三千积分购买空间石 他就可以觉醒空间系天赋异能了啊 可就在他要买的时候 旁边的一名学长提醒道 学弟 你可别被李胖子骗了 这是空间石不假 但这块空间石受到战斗的波及 内部有无数裂缝 这样的空间石不太适合炼制那物件 否则很容易毁掉 只不过李胖子利用特殊手法修补了表面的裂痕 你若是用精神力探查内部的话 就会发现内部无数裂痕 你也不想想 空间石何等罕见 若是没有一点问题 早就被人第一时间买走了 还轮得到你 贪主李胖子见自己的好生意被搅和了 顿时怒了 陈锋 你什么意思 故意找茬是吧 若非这里不允许打架 他早就和陈锋干起来了 学长 空间石我要了 但三千积分不行 若是一千积分的话 我直接拿走 叶天连忙道 当真 李胖子乐了 一双眼睛一笑变成了一条缝 本以为卖不出去了 没想到叶天竟然还要 而一旁的陈锋摇摇头 他已经提醒叶天了 叶天还愿意上当 那就不关他事情了 当真 你卖不卖 叶天问道 卖 李胖子立即就将这块空间石 小心翼翼用盒子装好 递给了叶天 而叶天也立即转了一千积分 给了李胖子 旋即 他向陈锋道谢 多谢学长提醒 否则我就多花了2000积分了 不用道谢 但你购买了这个空间石 没有用处 也没有谁会收购这样的空间石 陈锋可惜道 学长 这没空间石 我自有用处 叶天微笑道 没有多做解释 旋即 他又在这一条街上逛了一会儿 这才离去 回去之后 他立即就触碰空间石 吸收空间之力 空间之力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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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天看着自己一点点吸收空间之力 心情十分好 看来 要不了太久 自己就可以觉醒F级空间系天赋异能了 果然 在残破的空间石 都可以汲取空间之力 对其他人没啥用处 对我来说却很珍贵 叶天觉得自己那一千积分花得太值了 夜晚 夜天已然吸收了100点空间之力 空间系天赋异能正在觉醒 嗯 夜天的身体淬炼了一丝 这是空间系天赋异能觉醒了 现在 他除了五行天赋异能 黑暗系天赋异能 精神系天赋异能外 又多了空间系天赋异能 足足巴重天赋异能潜力 空间石还在 只是消耗了一点 看来这块空间石差不多可以让我的空间系天赋异能潜力提升到一级 有了空间系天赋异能潜力 夜天准备购买空间系艺术 二号地下商场 夜天来到了这里 衣水分身来到这里 来到了这里的东海阁 购买一级空间系艺术 一级空间系艺术很珍贵 基本都在100万以上 夜天最终选择了两门一级空间系艺术 一种是一级空间系艺术耐物术 一种是一级空间系艺术闪身术 闪身术是B级空间系艺术顺移术的简略艺术 修炼入门仅仅挪一一米 修炼到圆满境界 也顶多只能挪一乌米 且还有长达几分钟的冷却时间 不过 若是闪身术用得好 依旧十分恐怖 可以说 任何一种空间系艺术都很牛逼 当然 空间系艺术太难修炼了 即便是一级空间艺术 其修炼难度不亚于C级艺术 甚至更为夸张一些 但对于夜天来说 难以修炼压根不算什么 宿舍内 夜天已然完成了两种一级空间艺术的传承 获得了这两种空间艺术 只等空间天赋一能潜力提升到一级 就可以直接修炼了 转眼间 几天时间过去了 此时 夜天的空间天赋一能潜力已然达到了一级 而那块空间石也化作了灰烬 空间系天赋一能潜力达到一级 那就修炼闪身术以及纳物术 夜天难难道 当即 他开始修炼物道术 吞噬黑暗系天赋一能本源 他有黑暗时 可以轻易恢复黑暗系天赋一能 所以吞噬黑暗系天赋一能本源最为划算 哄 伴随着黑暗系天赋一能本源被物道术吞噬 他的悟性得到了恐怖的提升 这可是消耗A级天赋一能的本源 其悟性何等恐怖 很快 他就将一级空间艺术闪身术修炼到了圆满境界 接着继续参悟那悟术 没多久 那悟术也达到了圆满境界 试试圆满境界闪身术的效果 他让自己的水分身攻击自己 而就在即将攻击到自己的刹那间 闪身术发动 刷 他的身体挪移了五米距离 躲开了攻击 不错 瞬间移动 这还是仅仅只是一级空间艺术 若是炼成B级瞬移术 那该多么牛逼 叶天暗暗期待到 可惜 空间材料太罕见了 他能够获得一枚空间石已经是很走运了 不知道那位学长从哪里获得了空间石 有空打听一下 叶天接下来准备尝试耐物术 耐物术是很有用的艺术 比如结合耐物术与空间系材料 就可以制造出空间物品 比如永久性耐物戒就是成品之一 当然 若是用厚实的妖兽皮制造成耐物袋也行 只不过只能保存一个月时间 炼成了耐物术之后 他今后就不需要购买耐物袋了 甚至都不需要耐物戒了 因为 他可以在自己体内开辟出一个耐物小空间 这是每一位空间系天赋者的能力 一旦在体内开辟耐物小空间 储存东西就更加方便 且不容易发现 有这么一句话 你永远不知道空间系天赋异能者身上有多少物品 入门级的耐物术可以开辟出五个立方空间 小乘级耐物术可以开辟出十个立方空间 大乘级耐物术可以开辟出二十个立方空间 而夜天将耐物术修炼到圆满境界 他可以在体内开辟出五十个立方的小空间 这么大的空间足以储存很多物品了 在哪里开辟出那物小空间呢 夜天在思考着 这样的小空间只能开辟一个 因为需要天赋异能维持 若是开辟多个的话 他的身体也承受不住 所以 必须选好位置 在左手的植骨内开辟吧 夜天决定到 他催动空系天赋异能力量不断融入到这一根植骨 等于是将这一根植骨改造成空间系材料 但却不是真的空间系材料 当大量的空间异能力量融入进去之后 他立即施展了那物术 嗯 植骨内部 一个小空间渐渐成型 而植骨有些疼痛 但很快却平复下来 十几分钟之后 这个小空间彻底稳定下来 夜天感应了一下 好大的空间 绝对有五十个立方 旋即 他将自己身上的物品转移到这个小空间内 这样更为安全一些 哗哗哗 一件件物品被收入了植骨内的小空间 用起来十分方便 甚至比那物界还要方便 我现在炼成了那物术 若是以后专门炼制那物袋 都可以大赚特赚吧 夜天心想到 不过 那物袋所需要的兽皮可不便宜 需要四级妖兽的兽皮 否则也承受不住那物术的空间力量 也维持不住一个月时间 这也是那物袋珍贵的原因 算了 购买那物袋本就不多 真正的有钱人都是购买那物界 没钱的天赋异能者 也很少购买那物袋 除非是一个团队出去狩猎 才会购买一个那物袋 我若是私自售买那物袋 无疑是跟那些大集团抢生意 绝对会被找麻烦 于是 夜天打消了这个念头 东海大学 东边一条街 夜天又来到这里 他几乎每天都会来这里找找机会 看能不能找到A级材料 至于赚积分的事情 他现在也不急 他现在的积分远远超越第二名 除非第二名的积分快要逼近他了 他才会急着去赚积分 这一天 夜天还真的碰到了一件A级材料 而且还是精细A级材料镇金 镇金是无比珍贵的金属 价值很高 当这里出现镇金的时候 一群学生围了过来 秦素素 你竟然找到了这么大的一块镇金 有人羡慕到 又有人问到 秦素素 你想要卖多少积分 夜天也看着这位长相有些冷酷的美女 期待她给出一个价格 看自己能不能买得起 然而 秦素素却道 我不要积分 我只以物换物 A级艺术复苏术 或者A级天才地宝生心果 无论是哪一种 我都换 秦素素 圣心果乃是疗伤之宝 能够重塑肉身 你这么一块镇金 价值可还差一些 有人说道 若是不够 我可以用积分补偿 我可以用积分补偿 但你们拿得出圣心果吗 秦素素沉声道 这时 众人却没有说话了 的确 他们可拿不出圣心果 即便有人拿得出圣心果 也不会换 毕竟镇金对他们没用 但圣心果有用啊 复苏术是什么 叶天在旁边有些好奇的问道 一名学长介绍 复苏术是木系与水系结合的变异艺术 属于A级艺术 特点是让血肉复苏 比如断胳膊断腿的话 使用复苏术就可以让血肉复苏 重新长出来 不过 这种复苏术很罕见 咱们东海市都不一定有 秦素素收集复苏术很久了 一直收集不到 咱们东海大学收集不到复苏术吗 叶天询问道 那人却笑着道 若是学校高层愿意去收集的话 肯定收集到啊 但一个学生凭什么让学校帮你啊 若是学生要什么 老师们就去找 那今天你要这个 明天他要那个 学校还怎么运转下去 无论是哪个大学 都要求自己努力 缺什么自己找 学校可不是保姆 叶天没有继续询问了 而且从其他人的谈话之中得知 秦素素的弟弟双腿被斩断 所以他想要恢复弟弟的双腿 这才想要一物换物 但可惜的是 他怕是不能如愿了 叶天也很想获得这块镇金 一旦获得这块镇金 他的精细天赋 一能潜力就可以提升到A级了 可惜 他满足不了秦素素的条件 秦素素一直在摆摊 但等了一会儿 见无人交易 他就离开了 东海大学图书馆 叶天来这里查询 关于变异艺术的资料 很快 他就找到了相关资料 开始浏览起来 没多久 他就对变异艺术有些了解了 变异艺术是一些双系天赋异能者 或者三系天赋异能者 为了提升实力而创造出来 这种变异艺术蕴含两种以上的天赋异能力量 比如复苏术就涉及到了木系以及水系异能力量 变异艺术不一定就比单系艺术强大 有些变异艺术创造出来就十分垃圾 是否强大得看创造出的水平 如复苏术就很腻填 能够让人断置重生 这就很夸张了 当然 复苏术有没有后遗症 他就不清楚了 毕竟他可没有见过复苏术 可毫无疑问的是 顶尖的变异艺术的确很恐怖 拥有其他艺术没有的威力 然而 双系以及三系天赋异能者本就罕见 所以创造出来的变异艺术很少 各大势力都不会出手变异艺术 但此刻 叶天却对变异艺术很有兴趣 他的天赋异能很多 若是能够创造出变异艺术 绝对可以大幅度提升自己的实力 接下来的几天 他就在图书馆查询变异艺术的详细资料 其中一些资料就讲述了变异艺术创造的经验之谈 渐渐的 他对创造变异艺术有了些许感悟 但距离真正创造出变异艺术还差了十万八千里 创造艺术需要悟性 创造变异艺术 更是需要悟性 或许我可以使用悟道术提升悟性之后 再来创造变异艺术 叶天已经打算开始创造变异艺术了 他现在最强大的艺术是黑暗系 他决定将黑暗系与另一种异能力量结合 而黑暗与什么异能力量能够结合起来呢 火系吧 叶天决定了 于是 他开始催动悟道术让自己的悟性开始暴涨许多倍 再开始研究黑暗系与火系的融合 从而创造出变异艺术 为了能够创造出变异艺术 他购买了很多五行材料 用于恢复天赋异能潜力 就这样 一天天时间过去了 在其他大一新生忙着赚取积分的时候 叶天却在这里创造变异艺术 而秦宇等人则在背后家族或者势力的帮助下 接取一个个任务 从而不断赚取积分 冲击新人王称号 但短时间内还是难以超越叶天的积分数 十天时间过去了 叶天已然足足创造了十天时间 终于 他从零到有 创造出了第一门变异艺术 嗯 叶天的手上浮现了一团黑色的火焰 其恐怖的温度让四周的空气都开始扭曲 黑暗之火 叶天给这门变异艺术直接定下了名字 黑暗之火这门变异艺术达到了B级艺术 但威力却比顶尖的B级艺术还要恐怖许多 且这门黑暗之火不仅仅是温度高这么简单 还有侵蚀肉身以及难以扑灭的效果 若是配合黑暗天幕使用的话 足以将黑暗之火的威力提升到极限 不久 叶天还发现不断修炼黑暗之火 修炼提升的速度很快 不亚于修炼黑暗天幕的效果 这还仅仅只是双细的变异艺术 若是我能够将积木水土火五种异能力量结合起来 创造出五行变异艺术 岂不是更为恐怖 叶天想到 但一想到自己为了创造黑暗之火就浪费了十天时间 若是创造五行变异艺术 几个月都不一定能够成功 他目前的修为还比较低 暂时就不这么做了 看看其他大一新生有多少积分了 叶天打开东海大学论坛 有人一直在收集每个人的积分 他依旧是在第一名 秦宇 3960积分 我去 秦宇开挂了吧 他怎么就获得了这么多积分啊 他之前不是才1000多积分吗 叶天很是诧异 当他查询了一下 他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秦宇击杀了一个价值1000积分的任务 那就是击杀一名艺术大师凶徒 而且还是高级艺术大师凶徒 秦宇能够杀高级艺术大师 若是能的话 他就不会只闯过第七层了 明显是秦宇的长辈找到了那个凶徒 还将其打成重伤 然后让秦宇杀 叶天猜测道 可这是合理的手段 东海大学也找不出毛病 而其他几人的积分增长速度也很快 显然都利用了各种手段来增加积分 按照这样的速度 还真的有把握追上他 不急 新生三个月期限内 我肯定可以闯过战塔第十层 到时候就可以获得1万积分 他们怎么追 叶天笑着道 而且 他准备在最后一天去闯战塔第十层 这样一来 他们再怎么作弊 都别想超越他 叶天看不上那些任务 许多任务都是几个积分或者十几个积分 达到上百积分的任务都十分罕见 且难度很高 就算疯狂做任务 叶天能够获得100积分就很好了 不眠不休 一个月顶多获得3000积分 这点积分 叶天又不缺 所以 他就努力修炼各种艺术 争取早点将修为提升到高级艺术师境界 而且 他还准备创造出一门类似于复苏术的变异艺术 复苏术是A级变异艺术 我目前肯定创造不出来 但若是创造出一门B级变异艺术 再将这种变异艺术修炼到圆满境界 或许可以媲美入门或者小成境界的复苏术 若是真的达到了这个效果 他就可以去找秦素素交易了 对于那块震惊 他还是很渴望的 那关于自己能否将金系天赋艺能潜力提升到A级 还有水系天赋艺能潜力 目前已经到了一百分之六十六的程度 距离提升到A级水系天赋艺能潜力也很接近了 可惜水神石内部的力量快要耗尽了 不一定能够提升到A级 总之 他现在太缺A级材料了 接下来的几天 他在东海市各家店铺购买B级疗伤类的艺术 疗伤类的艺术以木系和水系为主 经过一番寻找 他一共购买了五种B级艺术 B级水系艺术水域术 B级水系艺术大回血术 B级木系艺术生生不息术 B级木系艺术青木治域术 B级木系艺术清静之光 叶天之所以购买这么多的疗伤类艺术 自然是为了创造出类似于复苏术的变异艺术 一旦将这些艺术都修炼到圆满境界 他对疗伤类艺术就无比了解 理解能力远超其他医疗天赋艺能者了 到时候 在利用物道术提升物性 他创造出变异艺术的可能性自然就更高了 接下来的日子 叶天就修炼这五种变异艺术 而他直接消耗A级黑暗系天赋艺能的本源 反正他获得了六块黑暗时 每一块都很大 足够使用很久了 几天时间过去了 五种B级疗伤类艺术 全部都被叶天修炼到了圆满境界 而且 叶天的修为也终于突破到了高级艺术师境界 实力暴涨 接下来就全力创造变异艺术 而创造这一类的变异艺术 自然需要妖兽配合 于是 他利用遁地术离开了东海市 来到了枫叶山脉 枫叶山脉 叶天在一处山洞抓住了一头二级妖兽 贪月狼 且直接卸掉了对方的一条腿 且将其打成了重伤 枫叶山脉的二级妖兽很罕见 他在这里几乎是霸主了 但在叶天手上却沦为了实验素材 悟道术 嗯 叶天的悟性开始暴涨许多倍 随后 他就利用恐怖的悟性一步步尝试创造艺术 来让这头贪月狼的断腿愈合生长起来 若是能够成功的话 那就代表他真正创造出了类似于复苏术的艺术 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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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天道也不急 他就不信以他施展悟道术之后的恐怖悟性 还创造不出一门疗伤类变异艺术 时间一天天过去 第六天时间 叶天惊人发现贪月狼的断腿开始重新生长起来 只不过很慢很慢 骨骼重塑 血肉衍生 这赫然是在断制重生啊 这门变异艺术的确有用 只不过津津入门 效果不太行 那就将这门艺术修炼到圆满境界试试 随后 他就用悟道术提升悟性 将这门变异艺术修炼到了圆满境界 再来治愈这头贪月狼的断腿 嗯 一道红色的光芒落在贪月狼的断腿之上 贪月狼的断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重新生长起来 但很快 他发现不妙 贪月狼的修为却在降低 仿佛被这门变异艺术给剥夺了修为一样 贪月狼想要反抗 但却被叶天摁着动弹不得 最终 贪月狼的断腿重新长出来了 但他的修为却大跌 从二级初七妖兽变成了一级后七妖兽 后遗症这么大 叶天争住了 不过 只不过后遗症很大而已 而且 他还发现贪月狼的寿命似乎减少了一些 他似乎苍老了一点 看来断肢重新需要抽取身体的生命能量以及修为 接下来就需要经过一次次尝试 看这门变异艺术需要消耗对方多少寿命以及修为 否则出事情了 人家不得找我麻烦啊 随后 叶天不断找各种妖兽实验 甚至还找普通动物实验 经过多次实验之后 他大致确定了这门变异艺术的效果了 断肢重生速度不快 修为越高的妖兽 断肢重生花费的时间就更久 付出的修为也越多 而且消耗的寿命大概是三年 三年寿命看似不久 但若是一个行江朽木的老头 若是想要断肢重生 那就是找死了 秦素素要治愈他的弟弟 他弟弟寿命应该还有很多 或许不在乎三年寿命 只不过 修为降低 他弟弟应该也愿意吧 叶天猜测 不过 还是得与秦素素接触之后 才知道对方是否愿意 东海大学 东海一条街 秦素素又来这里碰碰机会 但依旧没有人满足他的条件 就在他准备离去的时候 一名长得十分帅气的青年拦住了他 学姐您好 我有办法治愈你的弟弟 有空聊聊吗 说话这人自然就是叶天了 你可以治愈我的弟弟 莫非你有复苏数 秦素素问道 叶天摇头 不 我没有复苏数 但我却有另一门可以断织重生的变异艺术 当真 秦素素激动 当然是真的 叶天保证道 不过我这门变异艺术施展过后 被治愈者会付出一些代价 代价吗 秦素素不在乎 他自然知道会有代价 比如复苏数 也是有代价的 被治愈者需要付出十年的寿命 具体什么代价 秦素素问道 三年寿命 外加修为大跌 叶天入世道 这都不算什么 秦素素说道 倘若真的可以治愈他弟弟的双腿 区区三年寿命 以及修为大跌算什么 总比一辈子残废好啊 当然 秦素素也没有完全相信 叶天的话 能不能治愈他弟弟的双腿 还得尝试过后才知道 你想要什么来治愈我弟弟的双腿 秦素素问道 震惊 叶天道 只要震惊 秦素素又问 可以多要吗 那我还想要一门A级精细艺术 叶天连忙道 秦素素争住了 早知道就不该多问一句 嗨嗨 A级精细艺术 我暂时没有 不过我可以想办法去收集 但需要时间 秦素素道 好 只要震惊和A级精细艺术 我就治愈你的弟弟 叶天说道 可不可以先治愈我的弟弟 秦素素请求道 叶天沉思了一下 还是同意了 可以 但得先将震惊给我 好 秦素素道也不怕叶天欺骗自己 叶天仅仅只是高级艺术师而已 而他乃是高级艺术大师 实力远超叶天 哗 秦素素将震惊拿出来 交给了叶天 现在可以跟我去治愈我弟弟了吧 学姐 请带路 叶天收起震惊 一脸微笑 东海市 滨海府 这里是市中心的别墅小区 每一栋别墅价值都在上亿 能够住在这里的人都是强者或者真正的有钱人 叶天来到滨海府 发现门口的保安都是艺术师 扫地的大叔都是巅峰艺术者 秦素素带着叶天进入了滨海府的其中一栋别墅 一进入别墅 他就看到不少仆人 见到秦素素之后 纷纷喊道 小姐好 嗯 秦素素微微点头 旋即带着叶天来到了别墅一楼大厅 一名青年正坐在轮椅上看着电视 见秦素素回来了 他轻声喊了一声 姐 叶天看着这名青年 猜测出了他的身份 必然是秦素素的弟弟 叶天 这就是我弟弟秦阳 秦素素介绍完后 又对秦阳道 弟弟 这位是叶天 他能够治愈你的双腿 真的 秦阳激动无比 随后 秦素素将治愈的代价说了 秦阳却丝毫不在乎那点代价 若是不能走路 连战斗都不行 要这修为有什么用处 若是能够治愈双腿 他愿意重新修炼 而且三年寿命而已 若是以后成为艺术大师 甚至是艺术宗师 寿命暴涨 三年寿命根本不算什么 天地间还有各种提升寿命的天才地宝 补充寿命的办法也是有的 哗 秦阳将裤腿掀开 露出了被斩成两截的双腿 叶天 开始吧 秦苏苏说道 好 叶天立即施展了自己的那门变异艺术 这门变异艺术也被他取名为断枝重生术 哄 一团红光融入到了秦阳的双腿之中 紧接着 他的腿部骨骼血肉开始蠕动 一点点生长起来 水系木系结合的B级变异艺术 秦苏苏一眼认出 而且 他大致可以看得出来 叶天将这种变异艺术修炼到了圆满境界 否则不会有如此效果 竟然能够将一门B级变异艺术修炼到圆满 这家伙如此妖念吗 秦苏苏很惊讶 这等天才 他竟然没有听说过 到底是谁 他没有了解大一新生 若是了解的话 就知道叶天是谁了 不过也很正常 作为高级艺术大师 谁会关注区区一个大一新生啊 倘若是新人王的话 他或许会知晓一下名字 若不然的话 他才不会去关注呢 值得他关注的都是同为高级艺术大师 或者巅峰艺术大师的天才学生 亦或者大四某些修炼到艺术宗师的妖孽 真的长出来了 秦阳很激动 他肉眼看到自己的双腿一点点长出来 虽然有些疼痛 但他能够忍得住 他也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寿命被收走了一些 修为也在快速降低 原本他的修为达到了巅峰艺术师的境界 但现在修为快速下降到了高级艺术师 而且还在下降 十分钟 半个小时之后 秦阳的一双腿彻底长出来了 而且由于是刚刚长出来 显得无比白嫩 成功了 叶天松了一口气 秦阳是巅峰艺术师 为了让他的双腿长出来 他几乎耗尽了木系以及水系异能力量 秦阳 你的双腿才长出来 强度肯定不够 你需要慢慢催炼双腿 才可以与身体协调 叶天提醒道 我明白 秦阳点点头 旋即 他慢慢站了起来 脸上露出了兴奋之色 他 终于不是残废了 至于代价嘛 只不过修为降低到了初级艺术师而已 他达到过巅峰艺术师境界 给他大量的资源 他还是能在短时间内将修为提升上去 见弟弟是真的恢复了 秦苏苏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叶天 你要的A级金系艺术 我会尽快收集 秦苏苏说道 好 若是没有事情的话 我就先离开了 叶天想要找到触碰镇金 吸收金之力 东海大学 宿舍里 叶天回来了 然后拿出了镇金 他触碰镇金 慢慢汲取金之力 金之力加一 果然有用 叶天吸收一点又一点金之力 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汲取一点金之力 按照这样的速度 一天可以吸收40多点金之力 只需要两天时间就可以将 精细天赋 异能潜力提升到A级 两天时间而已 并不长 接下来两天时间里 叶天一边修炼艺术 一边提升精细天赋 异能潜力 转眼间 两天时间过去了 A级精细天赋异能 一百分之零 这是叶天的第二门 A级天赋异能 镇金只消耗了三分之一 日后还可以用于 恢复精细天赋异能潜力 接下来 他只需要等待 A级精细艺术到来 就可以又练成一门 A级艺术了 三天之后 秦素素联络叶天 说他已然收集到了 一门A级精细艺术 于是 叶天立即去找秦素素 东海大学某处小森林 叶天与秦素素在这里见面 秦学姐 东西呢 叶天显得有些迫切 秦素素拿出了一枚传承球 递给了叶天 叶天直接接受传承球之中的 A级精细艺术 哄 大量的知识涌入他的脑海 很快就彻底接受了 这门A级精细艺术 金身术 这门精细艺术能够让身体 拥有极为恐怖的防御力 还可以增强身体素质 肉身越是强大 这门精细艺术就越恐怖 这门艺术太适合我了啊 叶天激动 这门精细艺术不是四周 Gramm的 感谢观看